梦想、体验、惊喜为主题的恒电影视节已成功举办了三届 作为恒电影视节上次为瞩目的一个环节 文荣奖颁奖典礼一直颇受关注 10月29日晚2017恒电影视节系第四届文荣奖在恒电影视城落下了帷幕 本届文荣奖由著名导演、制片人侯洪亮担任评委会主席 设电影、电视剧、网络剧三大单元 在今年入围的二十部剧中步伐那年花开月正元 《我的前半生》、大唐荣耀、麻雀、楚桥传、青云志、射雕英雄传等口碑与人气俱佳的剧集 各奖项竞争以偿激烈 最终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评审之后 由此前呼声最高的人家轮凭借大唐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 而马依丽凭借年度热门大剧《我的前半生》获得最佳女主角 《那年花开月正元》凭着精良的制作获得最佳电视剧奖 戏谷王静松凭借在《麻雀》中的细腻表现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 周立奇凭《那年花开月正元》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最佳导演奖由麻雀导演金春获得《鸡毛飞上天》《深节》获得最佳编剧奖 本次获得最佳女主角的马依丽以她一贯的干练形象从片场匆匆赶来 如此敬业的演员这奖项当之无愧 感谢横店 我来这儿戏拍的不多 但是每一部戏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罗子军不是在这儿完成的 但是罗子军之前的提到边缘也是在这儿完成的 然后谢谢大家给我这个荣誉 我会继续努力的 马依丽将《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军这个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 但是这个人物却又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 想说我们事后从这个女性人物身上又学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跟随罗子军一路的寻找罗子军的过程一路走来 其实是非常酣畅伶俐地跟她走给她的前半生 我希望所有在队的女性和现在的女性人能跟我一起好好完成我们后半生 那边事后再号召女性朋友们完成美好的后半生 而这边任嘉伦因为大唐荣耀里广 平望一角斩获最佳男主角男演激动之情 上台还偷偷地深吸一口气来给自己镇定被发现咯 非常感谢作为会给我这个我人生中第一个表演方面的奖项 而且就这么沉重 对我来说其实也很电是一块宝地 我拍的第一部戏童天敌人节就是在横电拍的 那大家可能更多人认识我的戏 大唐荣耀里也是在横电拍的 其实戏算下来 我拍的童天敌人节 朱仙清明志 龙珠传奇 大唐荣耀 天际之白色传说 包括现在的景色之下全都是在横电拍 所以横电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因为只要我拍起我就会来到横电 我真的很感谢横电这个地方 感谢大唐荣耀剧组的每一位演之人 感谢两位导演 刘国兰导演 颖桃导演 感谢我的粉丝朋友们喜欢我演的戏 今天和我人家的这个人 同样也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他们二十多年来对我的培养 也感谢他们一直在我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 感谢大家 最后感谢一下我自己 当然要好好感谢一下自己 新戏邀约不断刚刚结束秋缠的拍摄 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新剧景一之下的进程中 都把我们的佳伦同学给累倒了呢 果然这试地拿得实至名归 背后的艰辛付出我们都有看到啦 不过还是希望能给我们人演员一点点空间啦 佳伦一定要注意休息哦